中医治疗腎结石呢 就是说分虚实两种 首先呢 就是说一般的腎结石实性的比较多 实性的在临床上 就是说目前临床来看 能大约占到80%以上嘛 虚性的现在比较少一些 多数呢 是由于这个患者 一个是平常饮水少排尿少 导致一些结晶的东西沉移在肾脏 就肾系里边 然后形成结石 越积越多 有的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结石 这样就很难往外排了 还有呢 就是说是吃的过于 就是说含渣 就是说形成这种代谢废物的东西比较多 吃的这种东西比较多呢 超过了咱们一个代谢能力了 也会形成一些沉移在里边 形成结石 这种情况下呢 治疗这个结石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些这清热解毒 沥湿排石的药物 来进行治疗 这种情况下 咱们平常说的金钱草 我们也是常用的 在早上我见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金钱草 大量的就是说泡水 就带茶饮 可以排结石 也确实是见过 然后还有鸡内筋 这些也都对排石有帮助的 金钱草 鸡内筋这一类的 你包括这个海金虾 我们用的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说有排石颗粒 比较常见的排石颗粒 但是我们呢 还有一个比较经验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的排石汤 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 在这方面呢 大家饮食上要注意 就是一个清淡 对于虚性的来说呢 就大家平常常见的 就常听说的 吃核桃肉可以排石 但是吃核桃肉 有的时候单独排石 效果不是很好 大家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也是结合着海金虾 金内筋这一类的金钱草 这一类的就是促进排力 就是促进排石的药物 它不光是就是对肾结石 有的时候对胆结石 也有一定的帮助 这些药物 是al心独排石 但是别喝点 是不是 对 这些药物 我们 我 由 这个药物 在哪里 就是 有在哪里 就是 这些药物